就是你建一个 这边的话你可以新建一个 这边的话会有个Enjoy Application Project Enjoy Project这个地方就Hello World好了 假设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Hello World 那这个需求很简单的 第一个就是你把它run起来 而我直接执行到这个模拟器去 所以你要把模拟器先打开来 对然后呢我的需求是 按下去他这边可以直接 我再run一下 直接执行过去 直接执行到模拟器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请按按钮按下去的话 你按一下按钮 大概是第1阶段 第2阶段就是说你按下去上面颜色可以改 或者是说你按下去之后的话 可不可以跳出你按下几次 一直按他会一直次数增加 或者是你按下去 按一次他变成你按下按钮 按再按一次他可能又恢复成原来的文字 但这个可以改蛮多的 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我想这个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首先第1个建专案我想 这个 将来都是从这边开始 这个Application Project 然后里面的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这个地方 比如说叫做Hello World 这个项目的 特别注意 底下 有一些选项 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个要Pagrinate 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 你不能用预设的 如果你用预设 你将来不能放在那个Google Play上面 他不接受什么Example 没有 所以这里的话 你可以给他改成一个名称 也许叫你自己的名称 你自己的公司名称 点什么什么 123 或ABC 等等 就是这个有点 Domain的概念 哪一个公司 这个是 COM 哪个公司的哪个部门等等的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那底下的话 就是说 你这个专案 最低的那个SDK 是哪个版本 也就是那只手机 如果是4.22 最少要4.22 如果你4.21 的话 就不能安装 连找都找不到这个 然后再来的话 Target SDK 我建议干脆好了 我们全部都把它改成 2.33好了 初期的话 全部都2.33 这样比较简单一些 然后compact 都是 2.33好了 那这个 新名的话 选择None 这样会比较好记 反正全部都2.33 也就是最少的版本 一定要是2.33 用的版本也是 2.33 OK然后这个选 就可以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 那其他部分 这个按下一步 这边按下一步 那icon这个也都下一步 完finish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特别注意 他会帮我们建立几个东西 包含就是 Activity 跟一个layout 那特别注意 什么叫Activity 我想这个后面会再详细介绍 其实所有的程式 我们的程式 内部的程式码都写在这个 ManActivity里面 那画面部分的话 都是放在这个ActivityMan底下 所以 这个是界面 这个是里面的source 按完成 好 那将来的话 把它打开来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界面 那特别注意 Hello Hello World 这里面 你们 初期需要知道 你会发现 这个专案 里面呢 你初期大概就知道几个重点 就可以 第一个layout layout指的是画面 第二个是source source里面的程式码 程式码里面呢 一定会有一个 你这个 这个叫套件 套件的名称 里面会有一个 Java的程式 那基本上将来 你们需要知道 就是一个界面 跟一个程式 就这两个就好了 暂时其他 暂时 可以先暂时不知道 没关系 慢慢我们再来了解 所以界面 是写在这里 那我们的界面布局 写完之后 有没有 在上面布局完之后 再来就写什么 写source 所以它的关系是 这个是1 一定是把界面布局 好的 这个是2 你在这样 初期了解OK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需要当我按下按钮的时候 它会有反应 那这个地方 我需要放什么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testview testview在哪里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FoneWitch 其实就这个地方 你们的工具列应该都有 那有testview 有大的 有中的 有小的 有没有 那我们就挑一个 看你这个size 它多大 你第一个先把这个 Hello World先删掉好了 上面没有东西 对不对 然后请你在这上面布局好了 放个大的好了 拖拉过来对 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它有箭头对 它要对齐哪里 把它放开 那 那 各位可以看到 你拖拉一个之后的话 这边也会有反应 因为呢 它预设的layout layout就版型 是什么呢 是relative layout 那所谓的relative layout 是相对位置 也就是它 这个testview 相对于 这个layout 框框的边边 有没有说它对齐哪里 对齐上面跟对齐 左边 OK 我们拖拉出一个好了 那上面的文字也许 比如说我把它改个名称 那名称的部分的话 原来叫 large test 那请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 请按按钮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改相关的属性 property 请你在下方这边改一下 名称的话 我们叫做请按按钮好了 比如说改一下 请 Enter一下 OK 你会发现 属性就改了 其实这个开发方式跟 其他的开发工具很像 这样的 Visual Studio 类似像这样 不管是Visual Studio 以后的话 Android Studio 也类似啦 反正就界面的布局 我们放一个 testview 然后它上面的名称 请按按钮 然后再来放个什么 放个按钮 按钮的话在下方 这边有个button 拖拉过来 也是对其他 拖拉过来 然后button的名称 它叫做button1 那我们这边 看你要不要改名称 如果你不改的话 它预设的名称 这边注意 这边有个id id的名称就叫button1 你如果要改的话 你可以直接按右键 直接在上面 更改它的id 我把它改一下 我看一下我的完成的sauce 我的sauce的名称 我们在 最后云端上面 如果你们要看到的话 请你在第2章里面看 那我的完成画面 这边都有 请你改成 跟我一样 好了 上面的名称叫 T01 下面名称叫 B01 所以改名称的话 记得 按右键 然后edit test 这边改 B01 好了 上面这个叫 按右键 edit id 叫什么 T01 改一样 OK 那再来的话 上面的名称 按右键 edit test 这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按这个叫确定 OK 确定 好 按个确定之后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画面的布局了 所以特别注意 我刚第一阶段 界面的设计 请你更改这个 然后我只有改了这个 这个拖拉过来 再来是button 拖拉过来 再来就改这个 名称 特别注意 上面的名称 请各位自行再更改 那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讲有关 当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要去改变上面的文字 该怎么样处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